今天下雨然后啥也玩不了 所以说早上趁着下雨把车开出来 跑了两趟Uber就是新西兰这边的网约车 我就知道下雨的时候单肯定会好 因为了解我的小伙伴就知道 我最近已经很少出来跑网约车了 然后结果还真不假 本来想去机场那边等客人的 后来发现都没跑到机场 咔咔连着两单 然后这会儿差不多两单跑了大概半个小时 两单跑了半个小时 挣了16块钱17块钱 这样算下来的话 其实你们会发现这边跑网约车和 在外面打工 震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可能会比最低薪水高一些 但其实没有像 就是网络平台上讲的好像那么的夸张 也有可能就是说生活在像纽约 悉尼这种大城市会不一样 但我相信那边虽然城市更加繁忙 但是竞争也肯定相应的会更加激烈 然后这回早上今天礼拜六就路况特别好 然后跑两单看看情况怎么样 下午看有空就再跑一跑 我一般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会出来跑一跑 在没有组织工作的情况下 今天就顺便聊一聊关于自媒体平台 创作内容垂直性的问题 其实一直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就会发现 基务哥的频道基本上是以讲文化为主 就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通过一种什么形式 就是通过这种 我回国的时候就会通过我在国内生活 和在新西兰的生活对比 在新西兰的话就可能更加直接一些 就直接分享我在这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所以如果不是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就会觉得我视频的内容就有些散 就感觉讲什么都有 你看像今天我又会讲自己跑Uber 对吧 就是分享跟工作相关的东西 没办法 因为基务哥毕竟不是一个全职的视频创作者 就很难 很难把创作内容垂直下去 但是哪怕我不能把创作内容垂直下去 但我希望把我频道的这种主题 还是能最直接的展现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怎么说能珍惜眼前的生活 活得更加自信 然后将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内容创作者 哪怕视频带来的收益也还行 但是我依旁 但是我依旧不太会去考虑 垂直内容的创作 倒不是说什么别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有的领域 它创作的内容可能就那么多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领域垂直下去的话 慢慢慢慢可能会随着竞争的激烈 卷的就是 我发现就像我很多喜欢的那种UP组 你就会发现他们内容最后卷到 卷到最后就是那种 我感觉和我最初看他们视频的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 很多那种垂直内容创作者的视频 我现在慢慢慢慢也已经不去看了 因为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全面的一个东西 对吧 有工作 有感情 有爱好 你如果盯着一个方面去弄的话 搞到最后 可能我觉得你就不再是享受生活了 而是为了创作 而被这种相关领域给 给这种束缚 这是我不希望我的频道去变成了一种状态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难去吸引到很多的粉丝 因为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频道更大的 是给我这种 怎么说生活带来乐趣吧 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充实 我不想去增添更多的烦恼 最经典的就是金牌讲师 我在上一期视频中就讲到过他 他最大的尴尬就是你会发现他去美国的时候还好好的 然后在要饭这条路上就回不去了 因为他是绝对的垂直内容创作者 每一期视频就分享他在美国街头要饭的内容 兄弟们我又要饭了 对吧 如果假设我就是坐在海外分享开网约车 我每次视频的开头就是 兄弟们我又接到单了 这样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比较上头 会比较有冲击性 但你会发现内容就那么多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人们也会慢慢失去兴趣的 所以说我的目标不是说那种粉丝最多的UP组 我相信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将粉丝做到很多 我想做的是那种可以在平台上活得久一点的那种UP组 别就是说像很多那种网红搞不好动不动就那种翻车 我做视频的最终目的就是分享一个最真实的个人生活 分享一个最真实的海外生活 帮助视频前的小伙伴能更全面的了解 咱们国内和国外生活的这种差异 这会儿就有个又出门健身了 接着刚刚的话题啊 所谓的垂直就是你要进入一个怎么说相对比较局限的领域吧 而这个其实是我无法去做到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要想全面的展示这个西方的生活 它生活本身就是有很多方方面面构成的 包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只局限于那个垂直领域的话 你很多时候可能就表达的或者就是说表现的就会怎么说不是很真实吧 你说这个讲师金牌讲师他在美国展示的是不是美国的真实生活呢 是的 因为像这个美国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变故 稍不留意就变为这种流浪街头的这种无家可归者 但你说这个现在还是不是讲师的真实生活呢 可能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因为我提到过 因为讲师现在在油管上的这种粉丝数已经超过十万粉丝 可能油管给他带来的收入很有可能比美国大多数普通做服务行业的这种全职工作者都高 也就是说他现在视频表达出的内容是针对观众的口味 针对他这个所擅长的这个领域 美国街头九代丐帮长老去创造的内容 就是他的视频内容已经脱离了 在我看来已经脱离了真实 而这个是我不想去表达给观众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一直强调 我觉得一个视频的博主 你讲的东西不一定每样都是百分百正确的 但你一定要最真实的展示给视频前的小伙伴了 否则的话 你说这个自媒体的博主 展示的都是那种跟着流量跑的内容 那还不如去拍电视连续剧 对吧 我觉得拍个电视连续剧 拍个电影 说不定你更加能讲的天马行空 更加能符合很多人的口味 我觉得他这个就脱离了这种Vlog 就是生活展示的这种根本的意义 就像讲师一样 讲师的话 他明明其实可以 已经过上在美国这种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他还偏要去展示 他在美国的这种丐帮生活 你如果把视频内容做得很垂直 除非你有团队 你可以通过拍摄手法 剪辑手法 然后把视频做得很有意思 不然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难 或者就是说 以我个人的能力 我可能达不到一个垂直领域 内容创作者的这种基本要求 所以说我也可以接受 我在自媒体平台 粉丝就 粉丝量不会一下子变得很多 但是我庆幸的是什么 就是在我做自媒体的过程中 我认识了很多跟自己一样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所以说我会从切身行动去尊重每一个 就是说在我不是很忙的情况下 尊重每一个小伙伴给我的留言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就是说和自己互动的这种小伙伴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美妙的过程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阿卜族在平台上是收割金钱 而这个陪伴型阿卜族生活分享阿卜族在平台上收获了很多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友谊吧 然后虽然大家素未谋面 但是你会发现 原来在一个自己未知的地方 还有和自己想法 或者就是说生活习惯非常吻合 或者爱好非常相似的这种同类人 这个感觉是非常开心的 那么这会儿既有哥马上又要到健身房了 所以说就不跟大家多聊了 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赶紧把身建完 建完然后去吃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那么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所既往喜欢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Peace Peace